想要消敏语言凡理 让国人和企业 在投入国际供应链当中更加顺畅 政府砸下超过百亿的预算 推动2030双语政策 而其中大部分的资金 都将投注在教育当中 不过第一线的教师以及学生 却出现了反弹的声道 有教师认为双语政策的推行太过躁进 没有课纲可以依循 就出现了不同县市 不同学校各自为证的情况 非英语专业的教师也恐怕难以失教 公共政策参与平台上 就通过一项希望政府停止政策的提案 不过也有学者表示 双语教育绝非硬性规定 教师必须使用全英语教学 是让语言回归能沟通的本质 本来就应该英才师教 而双语教育的进入 也有可能翻转弱势孩童的生涯 究竟实行双语政策的争议在哪里 是否真的利大于弊 带您深入了解 国际供应链重整 想要推升国内企业 提升国人在全球的竞争力 政府在2021年砸下重金 推动2030双语政策 其中四年一百亿都将投入教育事业 国发会也引用雅虎过去的相关民调 结果显示有近八成的民众 支持双语政策 提升英语竞争力 看来是国人共识 不过政策自2019年推动以来 公民团体和学界都存在异音 只指政府强推双语政策影响正常教育发展 还点名总统候选人统统出来讲清楚 全教总联合国教盟学生团体及学者 4月初在公共政策参与平台提出 停止双语政策提案 三天就突破5000人连数门槛 当中五大诉求除了想要挡下 双语国家发展中心设置条例 针对教育现场也要求暂停 学校双语相关的评见 同时反对教师真识的试交和口识 使用英文 因为教师真识已经 他现在可能就是认为说要着重这个双语 所以在教师真识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会希望说在口识或试交的部分 用英语来进行这样的口识试交 我如果本职学格很强 但是我英文不强的 跟英文很强 但是本职学格不强的 真识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占有英语的一个语言的优势 他可能会凸显出 各县市教证乱象频传 华联系的国中小级右教教师 正式就曾发声 国文老师鄙视部考中文考英文 复试口试也居然要用全英语来问答 引起哗然 这位部长受媒体访问就曾评论 部分地方政府矫广过正 而未来避免教证众英文轻专业 县市政府就必须将教证简章 事先送给国教署来解释 不过教师的苦水还没吐完 让第一线教师压力山大的 还有双语教学教材 没有进行标准化 由于没有课纲可依 大多仰赖各县市政府自编的 网络教材或大学双语中心编制 让部分教学者认为无所适从 这个双语教育啊 那我觉得说在各县市 然后各校甚至是个人 对于双语教育的定义都会差很多 这个模糊的定义很多学校他就甚至是跟老师说 你只要参一点英文 有时候5% 或者是你课试英文 甚至也有出一些课试英文的教本 给我们老师 就是说你只要用课试英文 日常沟通 这样就可以 是真的就可以了吗 而以双语来教学 也有教师担心 本科的教育深度遭到稀释 有些课有一些专有名词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呢 老师的困扰他就是说 我要用英文来讲这些专有名词 那你课事上你会花了很多时间 你要备课 然后你再讲 甚至会打乱你本来的一个 教学的流程的顺畅度 教英文这一部分还是英文课在处理 把握这个原则的话 第一个双语教育本来 你就是可以用中文跟英文 两个语言在教学 绝对不是全英语 第二个双语教育不是在教英文 是在教原来这个学科 然后在教学科的过程中 老师从单一语言换成两种语言 变成环境的提供 提供给学生两种语言的环境 共同倡议停止双语政策的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表示 他认同应该为提升英语能力做努力 但2030双语政策上路过度急躁 不只教师能力可能跟不上 也可能让都会地区占尽资源 原而有限 所以新的老师不会那么多 那新的老师你用这种做法 旧的老师的英文能力又没有提升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卡在改变不了嘛 台北都会区当然有资源 再加上有补助之后 那改变速度很快 造成我们讲的M型化落差就很严重 对于双语政策教学第一现场 有其反对声音 但其实仍有不少学者认为 双语政策有其必要性 长期在实验教学现场跟班研究的 十大教授林子斌就提供了不同观点 在国家的定义或者在教育体系 我们的定义其实非常的清楚 他要求的是英语老师以外的 其他学科老师 来在他教他学科的内容 应该是老师依照这个教材 这个单元在准备的时候去 然后在他了解他学生 英文程度的前提之下 适当地把一些学生 可以听得懂的英语 融入在他的教学里面 林子斌认为 英语教学就回归英语课 而双语教育既然不是一门学科 本来就不需要再定课纲 给予规范 反而是深入教学现场的老师 必须深入了解学生程度 回归语言沟通的本质 在教学现场投入世性教育 对于双语教育政策 学界正反声音都有 而学生又是怎么看 今年学生团体 在5月做了一项抽样调查 1025位国高中生里 有将近三成五的学生 不认为在其他科目 融入英语教学会增进英语能力 而超过三成六的学生 不认为加入英语 会提升其他科目的学习兴趣 在AdYouth的调查里面 我们看到了非常多 可能潜在的城乡差距危机 而让强的人才更强 但是会让更多人去陪葬 不过世大教授林子彬分析 若要将过去台湾就长期存在的 教育M型化双方现象问题 归咎给双语教育 恐怕有失功允 学生的英文数学程度M型化 跟偏乡学校招不到老师 这早在双语教育推动之前就存在了 这并不是双语教育出来之后才出来的问题 这是我们师资人力规划的问题 我要推双语这个政策之前 我会有没有先思考 我要培养多少的双语老师 然后让学校如果他需要聘双语学科老师的时候 他能够有更好的机会聘到老师 这是人力规划的问题 但你不能说因为双语 所以M型化更严重 因为双语所以聘不到老师 台北新世代教育协会理事长也认为 解决偏乡资源难以取得的问题 挹注双语教育资源 反而可能有助反转当地海童教育 语言本来就是一个工具 这是一个世界接轨 孩子可以把语言带出去 那你反对爸爸妈妈 还是会带到补习班去补习不是吗 那不是会花在 爸爸妈妈负担不是更重吗 可是现在把普及化 让甚至有些经济面 比较不好的孩子可以上 不是很好吗 将要持续优化国内教育 第一线教师和学生 各有亲身体验的观点与立场 教育部近日出面回应提案 双语政策推动 会同时与国家语言并重 并承诺会普及提升 拟评差距和进行重点培育 对于教师增能的部分 也提出了相关方案 部里面也特别针对英语老师的增能培训 包括国内跟海外研习 非英语老师的部分 也是国内的研习跟海外研习都有 那还有次专长 就是六个学分的英语的 学分的增能 国教授解释 2030双语政策并非全面实施双语教学 或全英语教学 而是目标能够在2030年达到各校都有老师 能够全英语教授英文课 至于其他课程 则是希望在2030年八成的学校当中 都可以配有一位全时的外籍教师 曾在双语国家新加坡任教 林子彬教授认同推行双语政策 不应该造进 也认为台湾的教育环境 比新加坡城市国家来得更多元 且更具复杂性 政府推出所谓的2030双语政策 也只能是一个短期的里程 至于第一线教师操作困难 则必须仰赖政府沟通协调 且滚动式调整 以取得社会共识